上车标准 希望槟城美食还是存在的 欢迎大家收看王子厨房 其实我已经有快一年没有去旅行了 所以今天决定来个快散槟城美食 是一日游 我希望今天可以吃到我很想吃的 炒瓜条啦 卤面啦 虾面啦 还有萝卜啦 半奖龟啦 那些 接下来大家就看我今天去吃了很多美食 还是上车呢 走 大家一起走吧 接下来 下来 然后第一站,我就是来到巴都兰站的巴沙,所以就乱点了一整桌 其实这边,我主要是要喝它的咖啡,它咖啡多啦,但它是传统的咖啡 而且它咖啡味道是很浓一下的,然后我还点了两种不一样的那些的麻糬 那就是那些的麻糬菇,还有黄酱饭配咖喱鸡 然后还有这个驴包,然后还有烤面包,生手蛋 我还点了这个驴包,还有这一个驴包 我试一下它的驴包会不会饱 它里面的汤汁会饱 可是它皮有一点暖,比较绞较久,所以算是不错 现在我做我第一餐,接下来再看看我要去哪里吃,因为还有很多我想吃 我现在来到云顶茶室,来这里最主要就是要吃这个猪肠粉 你看到猪肠粉的酱,是很浓稠的,而且它酱最重要的材料就是有花生酱 和我们平时吃的很不一样,然后你可以搭配这个辣椒 这个酱我们家KL是吃不到的 我来这里最主要目的就是要吃辣椒 真的是很久没有吃到平常的辣椒 而且平常的辣椒风味就是很不一样 然后这里最特别,就是要搭配这个炸骨片和炸春卷 可是应该是MCO期间,生意不是很好 然后把骨片变小骨 然后这个骨片我们需要蒸一蒸那个汤 其实它骨片里面没有什么料 最主要就是那个皮 然后你蒸的这个汤,它又不一样的口感和风味 冰层真的是很有趣 冰层真的是很有趣 我喝这杯是扣水很好炒骨 可是冰层有两种,一种是红色一种是白色 本來真的是新鮮 這個等下的米飯會不會變 這個還是有一點甜 可是是清爽、清涼 可以解鎖 然後其實我來這裡就是吃這個 老虎炒果條 吃炒果條呢,我們最重要 修一下先 是不是好像很厲害的 其實你修一修 你才可以知道它有沒有國際 冰層的炒果條 是這樣有放那些的粉紅色 這一個呢,是放個鴨蛋 其實它味道 在冰層來講,這一張還算不錯 冰層每一張 就看個人口味哦 因為反正 冰層炒果條現在已經 跟以前比差很多啊 在冰層 這一張呢,來到KINGBIN 然後這裡最主要就是我要吃它的 蘿蔔 其實冰層很奇怪 平時我們吃蘿蔔都是晚餐的 可是這邊呢 我們早上就吃蘿蔔 我還點了這個 福建米粉 還有這裡的炒果條 它炒果條 看起來應該是不錯啦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Yonya style 的 有Yonya炸雞 還有Yonya 就是滷肉 我來看見 對 我來看見 很多人 就是 我去看見 我去看見 看見 你很容易 我去看見 我去看見 你很難看見 你很難看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现在我来到七条路巴萨 然后这里巴萨其实有很多熟食可以吃 然后最主要呢 这一个是很特别的 这个就是沙菇草 它其实 应该就是将我们的西米 然后拿去煮熟 然后蒸熟 然后切一块块这样 它草其实它是很湿的 它就是有放豆芽 辣椒嘛 它应该算石板的那个草莫条 那它的口感是很有嚼劲弹性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每次来冰城呢 我很喜欢来这里 Jana Anson跟这个叔叔买他的斑奖龟 你看 这个是黑糖的 一片块二钱 而且 他的斑奖龟 这很薄的 那花生给很多 而且花生很香 黑糖不会太甜 那如果你还是很饿 半奖龟你可以试一下这个 这个是加的鸡蛋还有起司 而且他很有重量 除了有起司香还有蛋香 还有花生 而且最重要 Uncle Ling的那个融化的plantar 所以特别香 其实我觉得这一场真的是比很多其他都还好 可是没有什么人知道这一天 冰城真的是太热了 而且我发现到那些水都很甜 所以我还是喝一些没有糖的冰咖啡 而且这间咖啡馆是我在冰城最喜欢的 它的甜点虽然有一点点小贵 可是很有诚意的 怎样讲还有诚意的 因为你吃下去 每一口都是有质感的 就和那些卖十几块那些 这还是有一点差别啦 而且老板是从法国的留学来的 这一场我来到丹州屋啦 而且这个面我等到应该有三个银子 三十分钟我才等到这一盘 Mee Go Ring就是炒鸡铃面 这一档面呢 其实冰城有很多炒鸡铃面 可是这一档 它味道是很浓郁一下 而且你看它很浓稠 而且这样一盘才五块半 它有鱿鱼啊 有马铃薯啊 还有豆干 还有这个炸 炸竹竹 而且这一档是用炭炒的 而且它味道很好吃 炸竹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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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 现在这个burger我已经等了30分钟 而且它已经是最后一锅我到手 我等了30分钟现在是8点半左右 所以这个burger 其实你看它最特别之处就是它加了大量的洋葱 还有红葱头一起炒 然后加那个蛋还有肉 其实这个burger是从我读学院时期就开始吃了 其实我已经有很久没有吃了 不知道它味道有没有变 我选的是牛肉 它里面还是有番茄 还有黄瓜 而且它酱是番茄酱 其实你要比较它其实还是就是路边的burger当 而且它特别就是在海洋葱 然后它这一当是华人买一个华人uncle 就看了一个陈子 它是根本来说它是有点好的 它是大红葱 它是维持了很久的 它是一扇子 这一扇子 它是很久的 它是大红葱 它是很久的 它是有点小的 它是在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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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有点小的 它是少了 它是在水面 因为RMCO期间,所以并成很多的当都很早熟 而且大概9点过后就没有什么东西吃了 所以大家如果要来,真的是要安排好你们的时间 而且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要打包回家 而且我刚才去了New Lane,打包了剩下所有的食物 然后这个就是糯米,然后这个就是虾面 还有5间,因为今天没有吃到5间 加了猪油渣的炒锅条 还有猪肉沙腿和鸡肉沙腿 而且你看它沙腿给的黄瓜跟大葱真的是很有才能 而且味道已经很久没有去牛链吃了,所以只是吃一个爽 欢迎大家收看我今天冰城快散夜日游 然后就以这些美食来结束这一集 欢迎大家收看,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分享和按赞 然后顺便订阅我的频道Squad Cuisine